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好来欢迎接下来宾首先资深媒体人 林乃清 乃清姐 您好 大家好 另外是国安战略专家陈文贾教授 大家好 还有时事评论员王上之 上之歌 何荣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东海大学郑志祺教授 沈友中教授 何荣好 大家好 好 今天早上相信很多台湾的民众都准备好了 不管是在电视机前 在手机前面都准备好 要看的是什么呢 蓝白究竟怎么合 会不会合 结果就看到了在十点钟 那么宣布最后达成的共识就是没有共识 那么延长赛进入 政党还要在协商 我先问一下四位来宾 我们先用快速的回答 觉得蓝白还合得成吗 会就是圈 不会就是差 两个觉得会 两个觉得不会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看 在画面当中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到底是怎么说的 我们先来看马办这边 因为马办当初是这个要说做见证人 早上的记者会是由马办的执行长 萧续成转述 他说在这个九份民调当中 民众党的代表认为三份有问题 应该要排除不计算 但是国民党的代表认为 这三份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要采纳计算 所以双方就在这三份 要不要采入计算呢 没有达成共识 另外就是三位专家 检视了另外六份 因为总共有九份 另外六份的民调结果 如果依照统计误差来计算的话 侯科配对科侯配是五比一 民众党的代表认为说 应该是以科文哲主席 一直以来主张的三%的误差 好 那么另外看到科办的发言人 民众党这边呢 则是透过他们的陈志涵 今天也开了记者会 他说呢 朱立伦在现场很坚持说 提出抽样误差3% 正负两倍的说法 这个是关键 那么也希望国民党思考一下 到底这6%就正负3 乘以2 就是6%是怎么算出来的 科侯 侯科之间的比较 不是互斥的两个选项 两个选项之间 彼此有高度重叠性 统计学有变异数 还要再乘以一个公式 所以他们认为 要讲统计就要讲科学 来 菁姐 今天的这个结果 有没有出乎您的预料 是 就是 会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卡关 我觉得是有点 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之前大家都没想过 怎么会这样 因为这个关键就在于是说 原先的时候 当他们那天在马办 谈成了要蓝白河的时候 当然我们看到了 民众党的部分 有很大的反弹 觉得说柯文哲怎么让步这么多 但是柯文哲 他到后来他自己的阐述 他今天之所以会让 是因为他忧心台湾的未来 他觉得如果说蓝白不合的话 明年没有办法下架民进党 没有办法政权轮替的话 台湾的确有面对战争的风险 我觉得他在访问的时候 讲到说不能拿国家安危当 开玩笑的 是 所以说如果是如此的 这个自情自信的 你真实的是担心台湾的未来的话 那蓝白就必定合 但是竟然会卡在这样子的 一个关节上 所以我觉得当然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但是为什么我终究还是觉得说 抱着最后的一线的 这个希望我认为会合 就在于说 第一个如果柯文哲是真心的话 那蓝白不合 事实上我觉得任何的形式的 不管是弃保 你最终认为说 排在第三名的人会被弃掉 我认为都是不切实际的 不过你刚刚提到重点 如果他是真心的话 是 这前提是要是真心的 对 关键是说 如果他是真心的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在有限的跟柯文哲 我讲的是本人的接触的情形之下 还有看他接受的访问 我认为柯文哲他基本上是一个很理性的政治人物 而且是一个很精算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今天他比民众党的这些 现在被大家扣上一些什么战狼小姐姐 或是主战派的黄珊珊 他比他们任何人都清醒 他很清醒的知道说 在这一场的选战里面 蓝白不合 他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侯友宜没机会 他一样也没有机会 而蓝白不合的最终的这个结局 一定是赖清河当选 而我们可以眼看到 就是未来四年或八年的 政治的这个形势来讲的话 其实民众党 你就算在这一次的选战之中 你拿下了八席十席的部分驱立委 又能如何呢 现在我们的政治结构里面 行政权还是最大的 当你没有了这个行政权的时候 你退回到国民党 国民党这一次如果说 没有办法蓝白和 国民党不但总统会输 他的立委也可能会面临到 很惨的一个情况 可是问题是 他们还是拥有行政资源的在野党 他们还是有在野的现实席次 而且在国会之中 还是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席次在 可是你柯文哲 在一个只有八席或十席的 党主席的情况之下 我请问柯主席你怎么仰望 你怎么在四年或者是八年之内 保持你的政治热度 这是个很大问号 我现在就是说20到24号 就是这个最后登记的这个实现 就是你说现在破局吗 也不完全是 就是一定要等到24号最后 如果都是各自登记 那就是破局了 现在就是看到说 因为今天大家都讲到说 两党当时协商的这个共识 特别是针对第三点的部分 这也是很多民众搞不清楚的 第三点当时是说 双方同意 若超过统计误差 由胜者得益点 若在统计误差范围内 由侯科配得益点 那到底是出在哪个问题 就是出在这统计误差范围 这统计误差到底是3% 还是现在讲到说又有6% 到底3%6%是怎么一回事 吴嘉老师 我想说我们在大学 也教了这个统计学 那其实这个统计学里面看的是 最重要是个样本 样本多少 那其实一个小样本 一般我们都知道说 1000出头份 那这个误差我们大概是放在 这个百分之这个3% 一般我们都知道是正负3% 对 正负3% 那如果说这样本 大到差不多4200多份的时候 就会变1.5% 那1.5%加起来就是 这个正负3% 那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小样本 如果1000出头的话 那可能是6% 正负3跟负3 6% 那所显的意见呢 当初在协议上的时候 只是说只有一个 就是个统计调查 就是一个误差里面 如果说是这个 这个问卷是有效的 或者说这个民调是有效的 当然就采认 但实际上 现在出现了这个关键点 今天他们这个两党各说各话 那当然就这个科幣认为说 如果说按照 他们认定是 所谓的1.5加1.5等于3% 这样的过程中 他们是3比3 对 支3比3 不过一般民众真的听不懂 对 听不懂 所以我们用真的听不懂 所以需必有需要 这个把节目讲清楚 因为统计的部分会见到 我觉得既然是这个 是一个统计 是一个所谓的科学 我们就要 就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讲明白 就是变说双方的 针对这个统计误差的认定 是有落差的 而且仔细看 你看他说第三点 如果在统计误差范围内 那意思就是说 就是要像合约一样 还要夸胡 是说以正式统计学 所教授的为正负三派 一定要有这种字眼 才能认账 所以现在这就是没有 没有的话 现在大家就变各自解释 所以接下来要进入延长赛 政党协商 怎么协商 其实我觉得这个 可以这样开玩笑讲 就是一份协议各自解读 或者是要说一盒各表 一个合作各自表述 那早上这个 柯文哲在记者会里面的时候 还特别把那个合字 把它做了很多种的诠释 他说蓝白和还包含和平的和 然后合作的和 也不是只有在总统大选上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为什么我刚刚举差的这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他已经开始就是 在铺陈说 他不会合作的这个可能性 在总统选举上不会合作 但是他不放弃未来在 这个立法院的选举 他甚至讲得很清楚 连立法院院长 然后还有立院里面的各招委 今天早上他记者会讲得很细 非常的细 他说连立院里面的各招委 院长 然后部会的这个首长 都是所谓的蓝白和 不是一定要纠结在总统上面 这是为什么我刚刚举差 所以我觉得说 接下来再回到政党协商的话 我觉得今天 如果说在谈民调的时候 科学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因为科学就很 还是 它是非常的容易去判断 或者说 就算再复杂 它也是有对或错了 但是政治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现在已经是政治问题了 对 现在是政治问题 他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然后把这个所谓的统计误差 这是一个专业的问题 然后把它政治化 所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专业的问题复杂化了以后 就表示说基本上来讲 再怎么样回到政党协商里头 核心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就不会有结果 所以沈老师不乐观 同样举差了刚才上之歌也是 因为现在外界也预期 本来大家都觉得说 大概就今天了 就定了蓝白盒 然后之后就是决定说怎么样 就是跟绿营 但是您有不同的看法 现在我们可以讲说 他第一阶段 因为他现在要进入延长赛 政党协商 那这边也听到了 本来传出说 我这两天有看到说 要传出要退选的郭台铭 本来是有说要传出退选 但是现在又传出另外 就是丢出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郭柯联盟更显得自然 这样的说法 那你觉得郭台铭会加强 跟柯文哲的联系 然后趁机扩大所谓的 郭柯合作的范围吗 首先就郭台铭的部分 我觉得始终郭台铭在一开始 蓝白盒要谈这个部分 他就保持绝对沉默了 那么所以我 以我对于郭伴或郭台铭 个人的性格的了解 我认为他还在看蓝白盒 会怎么走 那么怎么走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合他 那他的角色是什么 因为如果一旦合的时候 他大概也只有加入汇流 汇流同融进去的这个选择 否则他很难有别的选择 对 可蓝白一旦不合之后 他可能变成个香菠菠 他有很多可能的机会 那这就是郭台铭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补充一点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东西是 大家在思考蓝白的现在政党 跟现在这一次落差的一切 我觉得可能大家忽略了一点 就在于民众党或所谓基层选民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是从政党的攻防当中在看待这几个条件 我觉得我自己观察主要的部分是如果 柯文哲有一些修正或刚讲他有一些策略上方向的调整 毫无疑问的就是在蓝白和先前签了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看到何铭哥我们看的这个像合同似的条文 算不够精确 可从那次之后 在18号之前的这两天之内的部分 可以说整个柯文哲的支持者当中进入惊人的崩盘 那么每一个支持者不太一样 蓝英的支持者就是这样的支持者 可是柯文哲的支持者是年轻选民加中间选民 年轻选民当中都知道他可能有些还是姓阿伯 有些部分可能很激动 我们在很多网络节目当中 支持柯文哲的节目有看到这样子的波动 可是你看到很大部分是他的中间选民 我们要知道现在柯文哲的他的支持者 这25%的支持者不是游离票 是他的基本盘 而他基本盘当中 这当中所谓中间选民 就是讨厌民进党跟讨厌国民党 一旦柯文哲让到这个地步的话 讨厌国民党 拒绝柯文哲跟国民党合作的这个部分 可能有10%部分 很明显在他们内部当中 就看到巨大的崩解 这些人不见得会去民进党 可是就会从柯文哲这边离开 我认为柯文哲现在 如果有一些策略上的修正的原因 不是大家陷入在这个当中 你的这个条件 我是个条件 没有 真正底层的原因是 他的支持者这方面 整体的崩盘 也可能对他政党票的部分的影响崩盘 所以大家看来是蓝白盒 可能对像他民进党 两个战争和平 这么高远的东西 当时柯文哲也在意这个东西 可是实质的现实是 公布之前的这两天 他的这个支持者当中的 结构性的松动跟晃动 这件事情是他先前没有想到的 目前为止是还没有算是破局 只能说是进入协商的阶段 我们就来看一下 包括几位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看法 赵绍康中网董事长 他说蓝白盒不是破局 是民调协商部分破局 目前是误差范围上面有争议 一般民调说的正负3% 是指正3%到负3% 所以加起来就是6% 这样的解释 柯振颖认为正负3是 刚刚所说的1.5%正的 跟负的1.5%加起来 就是1.5加1.5就是3 可是他就这边讲说 这样讲的无疑是耍赖 OK 好 那朱立伦国民党主席 今天他也开了记者会 就是在马办开完之后 国民党方面朱立伦说 从来就没有所谓 让6%或是让几% 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抽样统计误差范围之内 而这个抽样统计误差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正负3% OK 那因为这份民调 是在统计学里面 是认为是平手的 所以柯主席承诺 由侯科佩得1点 那柯文哲如果心中有大我 人民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好 可是柯文哲这边 今天他亲自也在记者会上面说 如果当时朱主席是心存正面 就说好 有很足够的时间 就做一份正正当当的全民调 那双方都派监察人 设定好题目就解决了 何必今天搞成这样 5天之内就要做正确民调 是还可以啦 意思又回到了原点 大家听完以后虽然讲了这么多 不觉得好像蓝白河 我们走了这么久 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所以我要问的是 乃兴姐 刚才上次哥提到了 选民就是这些基本的支持者 对于蓝白支持者 甚至是包括整个广大的 非律选民来说 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 刚才这个上次讲的是事实了 就是说柯文哲他民众党的阵营 发现他的底盘崩盘 所以他今天他又要回到一个 就是比较强硬的 去守住他立场的这个部分 他是为了要撑住他的这个政党 但是很现实没有办法 我们这次的选举是总统跟立委 选上是绑在一起的 你今天分开选举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去分开的去 去处理这个问题 当他绑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是一定是会联动的 而这也就是要 就要质问柯文哲的初心 就是你柯文哲的初心 你到底是只是想要求 民众党本身的政党的壮大 还是你真正的觉得说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 这个选战来讲的话 其实政党是否轮替不重要 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这场的选局来讲的话 摆明着就是因为侯友宜不够强 所以才必须要跟柯文哲合 柯文哲他单独选选不赢 所以他还是要靠 也还是要靠国民党的力量 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 侯友宜的民调就一直一路领先的话 本来也就没有今天这回事 如果说柯文哲的民调 他不是曾经一度 曾经一度 甚至于还超越赖清德的话 柯文哲的心也不会如此的庞大 就是觉得说 这是他最接近总统大选的一次的机会 那我们现在面对现实 就现在面对现实就说 其实就民众党本身原来的盘算来讲 本来这总统这局没有他们的机会 他本来求的就是要政党的壮大 但是当你柯文哲 你现在看到你对于 未来拿下行政权有很大机会的时候 你的抉择是什么 大家嘴里面都讲的都是说 为了苍生为了什么 可是心里面上面想的 不是一样是位子吗 好 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就算是 就是这样的症结 就是说就算是按照柯文哲 他们所主张的正负1.5 那就是3嘛 就是3%的降化 那也是3比3平手 那不是一样吗 那不是一样要再进入到 政党协商的这个阶段吗 但是我觉得民众党是很厉害 就是说柯文哲还是很厉害 就是说他们从今天的清晨开始 在网路上就开始一直在 不停地说 让3%已经很过分了 你还难道要让6吗 所以在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民众 其实搞不懂 这个民调的这个情形之下 他在舆论场上已经站上优势了 觉得国民党 你是不是假装搞搞 就是让3 我柯文哲已经让很多了 我的基层都反弹了 让6 现在会不会变成说一个 我们讲说最坏局面就是 蓝白其实都已经有 这个各自选到底的剧本 因为一定会有一些plan B 这个备案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演变成一个蓝白 最后互工的局面 还有包括刚刚提到说 那 孙老师刚好讲到说 柯文哲今天有特别强调说 还是可以和 他和有不同的解释 联合政府啊 立委席次啊 还要不要再谈 会不会就这样破局了 还有就是 有没有可能就是大家 讨论到的气保的机会 那如果真的气保的话 谁被气保的机会比较高呢 其实我觉得气保这个局 在柯主席心中一开始就存在 他在之前受访的时候也有提过 他就先设想过了 对他已经先设想过说 未来要操作气保来作为 这个最后突围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也还是希望 能够朝向这个方向走 那既然他要设定这样的局的话 他当然是希望就是要所谓的气候保科 要把这个下架民进党的 这个所谓的非力选民 团结起来之后 然后先把他们团结起来 然后接下来去操作气候保科 但是这样就是说 气保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一个就是说 作为民调的第二名 他必须要有超过第一名的 这样子的潜在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说 过去一次2016年的那个情况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 在2016年的时候是 朱主席跟那个 那个宋主席嘛 两个加起来还是输的情况底下 反正都输了 就不会有气保 那这次看起来确实这个条件 第一个是有的 但第二个比较不利的这个条件 是在于说 这一次的这个选举 还有国会选举 那在国会选举里头的话 如果你今天要操作 所谓的这个气候保科 叫国民党的这些地方上的 区域的这个立委要怎么选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对于国民党来说 总统就算输了 但是不能够输光了 行政立法不能输光 尤其这一次是很有机会 能够在国会里面 可能就算没有办法过半 但是有可能可以变成第一大党 或者至少三党不过半 那如果说要操作这个三党不过半的话 他必须还是要在立委选举这个部分 特别是在区域立委这个部分 来加紧动员 那在加紧动员的情况下 你要放掉母鸡 然后去催动小鸡 这个很难选 非常的难选 上次就怎么看 就是说现在看到说 马办这次 当然马英九前总统 不断强调说 他去做一个公正的见证人 也说这个就是提供这个场地 平台茶水场地给大家 不过这次瞧 感觉真的很难瞧 以后谁还能够瞧呢 对啊 所以 连马前总统都出马了 连马英九之外 你再放眼看去 能够当统估的 已经没有比马英九 更有高度为止了 我认为已经没有谁 还有能力再来瞧 有地方 有这个威望 那现在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民调当中 有没有可能 再做一个民调 我现在就是说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认为是这样子 我认为现在是 除非就真的破局了 那么如果不破局的话 其实就是协商了 也就是现在还是得协商 无论现在朱立伦 我现在不讲回谊了 就朱立伦跟柯文哲这里 要不要继续就挡的部分 再继续协商下去 话是没有说死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真的就叫做 轻易谁说破局 首先第一个 这个破局的部分的话 这个是很惊悚的事情 说破局的人 就要负那个破局的责任 责任在你这样子 所以现在大家 其实你不要觉得 都说不破局 好像是心里头觉得 要还有存有的是希望 另外我觉得潜台词 就是说看这个甩锅 打赛要谁要来负责 其实就像刚刚就像 有中所提到的 在气宝当中 我们叫思维气宝东间 其实要进入到选民结构的问题 以我刚刚讲 柯文哲这个地方的年轻人 年轻人或 艳蓝艳绿的中间选民 容易弃来给侯友宜吗 来看来营当中 还是侯友宜这边的人 比较有机会弃给柯文哲呢 还包括郭台铭这里 如果他后面的票 跟不要说他不选 他跟柯文哲如果出双若对 我们叫郭台铭的票 10%里头 5%来自柯文哲 1.5%来自何友宜 另外1.5% 约莫来自赖清德 还有其他来自伪表台 所以如果郭台铭的票 释放回去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概念 所以我认为就像刚刚有人讲的 对 其实柯文哲自始至终 都没有停止思考过 一旦戏卡读 最后大家冲刺的可能性 刚刚其实乃金讲的 他现在已经很聪明地 丢出来 6% 这个东西我觉得 在舆论上面已经是 这个就已经是 让大家觉得是6% 而且你知道 证三负三 你国民党在说什么 民调专家 像刚刚文哲所提到的 这个部分 民众买不买单 民众不见得听 统计专家所讲的 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接下来 其实比较重要是舆论战 舆论战本身会怎么 逼迫大家回去协商 如果最后不协商的话 舆论战会逼迫大家 最后决定 破局的部分责任是谁承担 而且你看 他说五天要做正确民调 还是可以 意思是说 如果国民党方面 如果不愿意做 再做一个新的民调的话 那责任是在国民党 每一句话就叨叨进 也就是操作成 这个方向去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说 如果是15号开始 政党协商当天 我们也听到了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当天也就立刻回应 他说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认为两岸同胞 应该携起手来 顺应历史大势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那现在看到了蓝白河 越来越没机会了 虽然没有说一定破局 可是大陆想必 对于最后 这种最坏状况 应该都有先设想过 对岸会怎么样来 因应未来的变局 那当然了 这个大陆的每一次 台湾总统大选 它都会有因应的 而且会来关心 甚至戒选 那其实呢 就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他骨子里面认为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所以他必须也要在 每次大选 来进行一些关心 所谓的关心 或是戒选的部分 那其实长期来 从1996年 从第一次的李登辉的民选总统 到上一次2020年的 蔡总统连任 其实看得出来 是中国用文攻武贺 其实也花卫的效果 支款效果 尤其在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 反送中香港事件 让这个蔡总统 我想这是 因此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来做一个胜选 那我们来看看 刚刚这个三位专家 谈的都是国内问题 那我来谈谈大陆的 他是如何来进行关心 那第一个当然 他还是会持续用所谓合同 就是用一国两制九二共赐 还有龙统 就是用两岸家亲 跟这个国民待遇会台 这些呢 又是台湾接受他们的两岸和平统一 那是在印的部分 他还是持续用所谓的 这个文攻武贺 文攻当然就是所谓讲的 用法律 舆论 或是心理战 那现在更甚或是认知战 他反正丢出一些 这个问题 让我们去多审视 说这个中国怎么样 怎么样的 好 怎么样 让我们能够对大陆有所认同 那此外呢 还有武贺 当然就是 现在这个说不敢军机到台 或者说军舰到台 或是这个联合军演等等这些呢 他是所谓的用一种灰色地区的一个战略 一个战略问题 所以因此看起来呢 对他持续在这段期间在 剩下绝选56天嘛 56天的时候他可能会 丢出各种不同的这个 样式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就是对台湾既右统战 然后呢又来做一个文攻武贺 来凸显呢 这个在这次总统大选里面 中国还是很有角色的 而且他是要取得绝对的角色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来关心 这次的APAC 当然重中之重就是习败会 不过在习败会之后呢 全球21个经地体的领袖 也在APAC的高峰会齐聚一堂 那么就看到了 身为东道主的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呢 就在高峰会上致辞的时候说 重申美国对亚太的承诺 那么也说呢 习败会呢 将会为亚太地区 还有整个世界都带来稳定 法新社是分析 这次的美中领导人 在峰会的活动 他们说反映出了 拜登努力地在吸引亚洲国家 加入这个美国阵营 而习近平则是极力地夸赞 中国大陆是一个投资乐土 在习败会之后 美中又立刻地重新展开了竞争 好 所以美中在这个APAC峰会上面 我们看到透过元首峰会 还有包括很多的 在外交上 在政治上 经贸上 真的是高手过招 高来高去 有软有硬 但结束之后 还是回到了原先这个竞争的架构 只是说是不是至少透过这次习败 两人的领导峰会 再次确认一个事情 就是斗而不破的大格局 文教老师 其实讲到斗而不破 那就是当然这个美中博弈 充满了就是又竞争 又对抗又合作 那其实在这个他们共同利益的时候 当然就会采取合作 比如经贸等等这些 那如果说这个竞争跟对抗 可能就在军事外交 包括台湾问题 他们会产生这个竞争又对抗的态势 那我这次看呢 其实美中的他们这次的这个 所谓的在APAC的一个会合会面 那图悬他们彼此间的后面的一个战略考虑 那当然美国而言认为说 第一个他要去摸清中国的底牌 新英文的底牌 因为最近他们一年没见了嘛 总是利用界面可以摸到底牌 他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知己知彼 这个百战不带 那第二个呢 他要企图用这个部分 比如他跟这次的白席卫 今天丢很多问题 像军事问题 科技问题等等这些 好像是一步要跟他合作的感觉 那实际上他是在做一个分化 分化中俄之间 由于现在这个五二战争 这个如何如何展开 还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尾巴冲突 尾巴冲突的时候 他也是怕中国会介入 所以他这是也透过 这个这次会谈来分化中国跟伊朗 甚至这些巴勒斯坦的一些关系 那此外呢 他对台湾问题 也是要去凸显说一个部分 就是这台湾他只认为是一个 他虽然是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是他并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看起来呢 在这美国的他的战略考虑是这样子 那就是中国的战略考虑呢 他认为说 现在尤其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下滑 那他可能还有包括这个产业 就是科技链被可能要 随时又被这个所谓的这个锻炼 虽然美国是甚至想说是降风险 去依赖等等这些 但实际上他也是怕被断 如果当然的话 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也是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想说中美之间的一个 他们之间的碰面整个有盘算 只是今天我们看几个过程中 比如我看 我是观察几个小的重点 因为今天是习近平去见了这个拜登 去了美国 那当然就是他是只能克水煮变 那其实这个主场优势还在拜登手里 比如说比较特别的是 这次呢他这个到了机场 到这个机场之后 其实没有铺红地毯 没有铺红地毯 这是非常特别的 他就是可能要报的这个当初2016年 我们记得欧巴马 去杭州参加这个 去参加的这个G20的时候 竟然他也没有铺红地毯 所以没铺红地毯 我们知道 这个小细节看似非常重要 他就说我就是 自于你中国而不受制于中国 那此外呢 这个他们在谈的过程中 其实虽然很多很多的部分 所谈的议题 其实都是跟去年的 这个印尼的巴厘岛的会谈 好像似曾相似 那你看像说 这个一年建议一次 就像牛郎之女一样 谈一谈 结果呢 最后回到原点 好 那不过这次也看到习近平呢 在这个APAC峰会上面 他发表什么 就是他特别发表了一篇 叫同心协力 共赢挑战 谱写亚太合作新篇章 作为主题的这个演讲 那当然特别向外国企业来喊话 他表示说呢 今年以来 中国大陆的经济 要持续回升向好 目前仍然是全球增长的 最大的引擎 欢迎全球工商界积极的参与 中国是现代化进程 共享巨大机遇 意思就是 现在全球最好的机会 还是在中国大陆 习近平透过这个APAC上面呢 来强烈的向亚太各国 甚至包括全球啦 来招商 确实在中国大陆投资 是有很大的机遇 但是有机遇 但也有风险 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觉得说 在整个国际局势 没有变的这个情况底下的话 那单方面的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演说啦 或者说 单方面的透过这个 习主席个人的 这样子的一种魅力 来去进行招商 成效可能会 比较有限一些啦 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 我们还是会看到说 比如说现在欧盟 在6月的时候 就已经是把整个 中国战略 制定为是一个 所谓的de-risking 就是去风险 刚刚这个文教老师也有提到 然后我们也看到说 美国在主导 这个所谓的全球产业链 重新重组的这个过程中 然后是有对于中国 来进行一个卡脖子的动作 这刚刚文教老师也有提到 所以我觉得大的这个环境 没有变的这个情况底下的话 那对于各个国家去思考说 我如果要到 这个中国去投资 那么政治的风险 要不要考量进去 或者说如果将来 真的中国的这个产业链 被锻炼的这个情况底下 我在那边的投资的这个风险 会不会跟着就提高 所以当这样子的风险评估 还是持续在的时候 包含像欧盟在内 或者说很多的国家在内 现在都制定出了说 对于中国的投资也好 或者说安全的依赖上也好 等等各式各样的 这样子的交往 都是要保持着一个 所谓的这种去风险的一个概念 降低风险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在政治因素 没有完全排除的情况底下 要恢复过往 到中国大陆去投资的那种荣景 就是全球各国 那可能会相对的有限 那会去了会哪一些国家 可能就是南方世界的国家 金砖的国家 像这一些 或者是上合组织的这些 发展中的国家 那他们的政治立场 是跟中国比较接近 或者是比较不容易 受到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威胁 那在这样情况底下 他们愿意去配合 可是这些 既然叫做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到中国去的投资 会给中国的经济 带来多少的帮助 量不一定会大的 对对 恐怕也是相对的这个有限 所以我是觉得说 现在看起来的话 主要还是以政治因素为优先 然后会去牵动的 这个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情况 所以像是信心 或者说像是信任 它是必须要时间慢慢的恢复 也要看怎么做 那么这次在美国方面 AP会议期间 印太经济框架 就是我们之前也曾经聊过 IPAF举行了连续两天的 部长级会议 在会后 14国的领导人发表声明 宣布就供应链 绿色经济 还有公平经济 这三大支柱达成协议 但是最关键的贸易 没有任何协议 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关税问题 那美国当初提出这个IPAF 希望这一次的APAC 跟其他的13个国家连续开两天会 可是贸易最重要的卡关 为什么 有解吗 我觉得很难 因为这样子同样的戏码 在上一次川普 他在竞选这个期间的时候 曾经就发生过 他在跟希拉蕊对阵的时候 当时在美国国内 强大的压力之下 虽然这个TPP是欧巴马的主张 而且TPP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它要来去应对中国大陆的 一个经济的游戏规则 当初就是为了这个设的 就是为了这个设的 可是都没有办法成 就是说我们回溯一下 就是WTO制定到这个全球化的 这个游戏规则是美国制定的 因为美国是在这个WTO里面 它受益最多的 它那个理想性很 那对于美国来讲 它的确它最赚最上游的钱 然后你的这个劳工 就分散到其他的这些国家去 中国然后东南亚 这样子来发展 但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劳工阶层 它是成为了的的确确是 全球自由化里面的这个受害者 所以川普在这个劳工 这个铁锈链带 他得到了这么这样大的一个胜利 然后又要到了这个选举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川普其实早就已经在发动了 各种各样的宣传 就在说这个IPAF 它是会去剥削劳工 剥削劳工的这样的策略 所以你说这个民主党 它怎么可能 可能可怎么敢让呢 再加上这个参院的民主党的领袖 舒默 他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是三令五声的 非常紧张的来告诉这个拜登政府 所以说在这个谈判开始前的时候 就紧急喊停了 所以这个当然是成功的几率很低 真的很难 而且事实上 它这个IPAF里面 它要求的有关于贸易的 要求这个劳工的对待上面 我们来比照这个美国跟墨西哥 他们所签署的那个游戏规则里面 它几乎其实就是在干涉 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跟内政 你要求它对于最低工资 你要有所保障 你要来拉抬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怎么可能跟你这个美国相提并论吗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其他国家的 其他国家的这个部长 他也不可能轻易让步 他如果在这个地方让步的话 他怎么对他们自己的 劳动民众交代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困难 而且就整个经济贸易架构来看的话 参与在其中的所有的经济体系 最关心的还是 真的是关税问题 因为这个是重中之重 不过现在刚刚讲说 IPAF这个成员之间的 这个贸易问题 现在最棘手 但是现在没有没有谈 谈了两天 你还是没谈到最核心的 到底还要搁置多久 那如果万一一直搁置下去 它就是没有结果的话 IPAF的影响力 不就越来越弱了吗 当然会越来越弱 会消失 要知道其实 因为它已经 我觉得会慢慢消失 影响力跟吸引力 因为整个所谓的 还记不记得 过去我们小时候 听到WTO 觉得所有学院 加到WTO 好像是全世界的贸易问题 都解决了 而且什么纷争 对 觉得它已经是顶级的框架 还有在框架吗 现在你看有那么多框架 又有 紫框架 但是无论它的框架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 美国始终其实 有两个东西是大家要的 为什么会进入 你美国的这个框架 第一 大家要进入美国市场 你要开放美国市场 所以在自由贸易的行政之下 要美国市场 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 透过自由贸易协定 特别是关税 还有其他各式这样的 什么特惠的优惠 可是大家真正要的 就是进去你美国市场 可是现在如果都没有 美国市场没有开放 这几年美国的 这种所谓保护主义 美国优先也好 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也好 都是在建立美国市场 本身的壁垒 更不要说美国 还有宽松货币政策 大量美元输出 把大家弄得很贫穷 这些东西都其实是 结构性的问题 而这就使得 你吸引大家进来的 结果你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在iPad里头 按照道理 任何的框架里头 是要两两国家会谈 所以过去WTO 你就要建立一个 两两国家会谈的机制 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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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在一起谈 可是现在iPad 连这个两两国家 谈贸易的机制都没有 是 这个15号在旧金山 也开了这个贸易部长会议 那这些部长也确认说呢 都要对更多国家 申请加入持开放态度 那只要他们能够符合 这个协定所要求的高标准 像刚刚乃琴姐讲的 就是设一大堆的规定 让你去遵守 可是会后的共同声明也说呢 目前为止中国大陆 并 就是他们没有提到 中国大陆有申请加入 也没有提到台湾 因为就加入的成员 这些经济体来讲 他当然希望加入之后 对于经贸上面 能够有更低的壁垒 能够有更高的优惠 可是万一都没有的话 完全没有利多 所以这个CPTPP会不会也就是跟 刚才我们提到的iPad一样 会逐渐成为一个弱势甚至消失 陈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确实是啦 就是刚刚特别提到这些变数 没有解决的情况底下 尤其是我们还是会看到说 大的这种全球竞争的格局 都还是没有消退的情况下 那各个国家在参加这些 所谓的这种多边组织啦 或者说经济上的这种协议跟合作 都会有一些疑虑 尤其刚刚何荣也提到 美国要进行大选 他还是会担心说 如果明年美国也会变天了怎么办 所以有一些短期因素 对 也有可能都白台 好不容易建立这个架构 对 好不容易可能 没错 没错 川普他就完全就不安排 之前就有退群的记录啦 对 所以他的这个 之前有前科在 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现在各个国家 可能也都还是 是一个比较观望的这个态度 然后再加上拜登 他确实也是在 现在当前的这个节骨眼上来讲 可能国内的问题 也是非常的严重啦 那可能对于这个 国际上面的这些议题 或许也有一点点 有心无力的这种感觉 所以确实摆在前面的这个 国际上的这个挑战 国内的这个变数 都还是会影响到这些合作 所以大家都在wait and see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 就是这次的APAC期间 其实也看到了习近平 在和拜登会面之后 在峰会期间 他和一些国家领导人 包括了有秘鲁 墨西哥斐济 日本跟汶莱 其实国家领导人 进行了单独会谈 密集地在做双边的外交 包括刚刚提到 这几个国家 进行单独会谈 那么怎么样去分析 看待说习近平在这个 峰会当中用一对一单独的 这种双边外交的战略呢 其实这个双边外交呢 是习近平 他为了却辅助呢 他的一个多边外交战略的一个 就是一个技术性的执行 因为其实习近平呢 这是在APAC我观察到 他其实他强调的是怎么样 就对一带一路的这个推动的倡议 不予于虑 因为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就是要去笼络 这些所谓的一带一路的国家嘛 所以他这个一旦战略实施之后 他就靠着双边外交来进行他的 这个战术的一个执行 那所以他这是经过 不管是跟密鲁 墨西哥 斐济 日本问来 包括这个跟拜登的一个会谈 都是一个双边外交 那此外呢 其实中国呢 其实一直在批评美国 是在搞双边外交 他现在也在搞双边外交 因为他认为说呢 这个唯有用双边外交把它搞定了 才能够让他这一带一路也好 或是让他这个全球倡议也好 能够得到落实 那此外呢 他也特别强调一个互利合作 那只是呢 他这个部分也 我们看待说 他可能也不是用这个所谓的双边外交来各个击破 也没有这么一个 他不是以其人就到还自己人就身吗 他认为说呢 他还是会强调多边主义 尤其全球主义 因为毕竟在全球主义里面 全球化里面 中国受益最大 因为不管人物金情报 全部往大陆去集中 所以大陆变成世界的市场 世界的工厂 所以他当然实锤之后 现在经济不好的过程中 他当然也需要 透过这个多边主义来进行他的 所谓的他的经济的复苏 那此外我刚刚也特别讲到一件事 如果说他现在这个指挥外交的策略 虽然他是很理想化 但实际上还是要美国去撤走他的 因为毕竟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两国的博弈之间会被说要撤走 那又提到刚刚这个有中大师提到了说 这个美国跟中国这次的一个会谈 那相对的我觉得他这个 这次谈的地方是在这个菲洛利这个地方 他是强调是什么 是奋斗还有热爱跟生活 那是表面上是 但是你要中美这个谈完之后 马上这个拜登讲说 他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还是独裁者 是独裁者 不是那是记者故意问他 不但是他还是讲 我想他第二份 他第二份讲第一次可能是口误 第二次讲是真的 真的是讲是独裁者 因为为什么 他说因为习近平管理的是一个 共产主义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认为 如果说 不管在习近平现在 这个搞什么多边 搞什么双边 其实认为他都是独裁者 他是一切都是以中共 以中国为核心的一个 就是还是以那时候李天子 自居的一种心态 对 因为我也看到那个外电报导 就是说当时坐在台下 布林肯听到拜登讲说 对他还是独裁者 眉头一皱 脸色非常难看 想说又来了 想说万一又失言 对他说这几年搞了又 不过拜登的临场反应算快的 他还是稍微圆了一下说 这个是因为他是在 让一个共产国家 好 那我要继续来问的 就是说因为这次你说双边的外交 习近平还特别跟贝利宾的总统 小马可氏见了面 双方当然就是讨论 就是最近这个南海的紧张局势 而且制定未来的应对方式 乃金姐怎么看 就是说在这次跟小马可氏的 这个双边的会面之后 南海的局势您觉得会得到稍微的缓解吗 当然会 文家老师是这个日本专家 就说一定很清楚 我们从日本的反应就可以知道说 当拜习会 确定要会的方向推进的时候 是谁先最焦急的 想要跟习近平会晤呢 岸田 岸田 就说日本是一个最会闻空气的一个国家 然后日本很担心 他在这个中美斗争的格局里面 他被落对 所以说从当初 这个尼克森派这个基辛吉 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日本就巴巴的 就很紧张 就赶快的 要跟这个中国建交 他们受觉很灵敏 就是说因为他在这个 他在日本的 他的这种互从外交 或者说他的这个 依附着美国的这个外交 他基本上 日本是一个就是闻空气的 他在那边非常的敏锐 所以说我们看到 这个习近平 他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APEC的场合 他进行了非常多的这个双边 透过APEC 有多少的国家 急着想要跟这个习近平这个会晤 因为这些国家都有很多 很急于解决的问题 像包括这个日本 有关于核实的问题 安全战略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 可是我们也看到习近平 在这一次的APEC的会议上面 他摆出的是一个和善的 跟大家交往的场合 所以他在建岸田的时候 两个人也是笑的 然后也回到了在安倍时代 所建立的那个框架 然后再跟小马可是也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 就是说双方在有关于 过去这个阶段 尖锐的南海的问题上面 他会受到相当程度的管控 重点是因为美国也跟中国 在管控这个危机了 没错 就是两个负责任的大国 能够共同来管控分歧 而且 因为这个当初这个 就是说这个菲律宾 他之所以会这么的强硬的 去对抗这个 后面有美国 因为后面是美国 所以说就像是美国 把台湾当棋子一样 菲律宾也是这个美国 在南海中的一个棋子 像习拜会之后 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我看这两天 大家也在针对这个做文章 就是像台湾方面 针对美中峰会达成的共识 做了个解释 奥斯汀表示说 美国将会加快 向台湾交付武器的速度 美台关系不会因为 美中关系的缓和而改变 当然就是希望 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台湾能够放心 不过习拜会谈完 美国大家现在做文章的是说 美国反而是不是说 好像本来说 听到习近平告诉美国 不要武装台湾 结果没想到习拜会一结束 他们就立刻提到 所谓武装的问题 可是其实他并不是提到 要新增更多的军售 而是说要加速的 赶快给台湾 已经买的这些项目的交付速度 但是我要问的是 奥斯汀在习拜会之后 刻意丢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时间上来讲的话 是比较不给习近平面子 但是我是觉得说 毕竟还是透过国防部长来讲 而不是拜登亲自讲出来 在当面的时候这样讲出来 也还是可以 有稍微有一点降低了 两者之间竞争的那种感觉 不过某种程度来讲 就是说美国其实在这次的 拜协会举行之前 布林肯就已经先到盟邦去 绕了一圈了嘛 所以大致上来讲的话 这样子的这个动作 然后事后呢 由奥斯汀来安抚台湾的 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是一套逻辑的啦 所以大致上来讲 就是说拜登还是会不希望说 透过拜协会 然后影响了这个盟邦 或者是他的这些小老弟 那他们会对于美国的信心 而产生一些动摇 所以他必须还是要 由这个布林肯也好 或者说是由奥斯汀也好 来针对这个核心的这个议题 来去跟这些盟邦讲说 你们的利益不会被边缘化 然后美国也不会抛弃你们 所以他也特别强调就是 刚刚那个洪宏也讲到了 他这次的这个谈话里面 并不是有要增加新的这个军售 只不过就是 在既有的这个合约里面 要完成这个承诺 或者是要加快交付的速度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也并没有改变 美国对台的这个基本政策了 其实就是美国向来的 good cop bad cop 一个黑脸一个白脸 这样的一个做法 另一方面也看到 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 在画面下方我们看到 他们宣布什么呢 在2024年这个投资计划当中 要排除在中国跟香港上市的股票 意思说原本的投资标的当中 要排除在中国跟香港上市的 这些标的 那当然这个决定 立刻受到了美国国会 共和党议员的支持跟赞扬 有没有政治考量 他主要这次他有宣布说明 他为什么要离开中国跟香港 主要他认为是 中国香港的管理不够透明 他提出这个说辞 但我想其实主要很大原因 资本就是这样子 当你在做这种直接的投资 从当中获利 要知道这个基金进入中国市场 就20年以来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对吧 那为什么在这时候 用这样的理由离开 主要当然也还是在思维 看坏中国大陆经济市场 主要通常这种国家等级的基金 他们投资 他不会投资一些高风险性的 他不会投资一些 没有听过的一些新创 他一定会投资像房地产 或类似这种比较结构性的 都知道中国大陆房地产 包括香港跟中国的股票 这些人跌得死去回来 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经济面 主结构 通常是这一些投资基金 会投资的标的 在中国这几年表现不好 而且前景不太看好 所以于工来讲 他当然是美国政府当中的异质 于资本本身的获利来讲 恰好这个时间点赶快离开离开 可是他没有说永远不回来 只要后面还有赚头 暂时的 就会回来的嘛 资本这种事情 永远比较相信他们眼前是说的 对 就是除了政治的考量 当然还是 他会在上演唱 就是看说他的这个投资 他回来自ROI的 先前在中国已经赚了20几年了 赚够了 对啊 而且他现在这个是必须要对推出人